不能熟啊 喂 准备好美啊 Karen 你还丢了点灯呢 好 少许大人 先来来 Welcome back to Gran's Cooking Show Gran's Party 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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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对了 过几天就是圣诞节 圣诞节是什么 圣诞节是送礼物 我叻 是不什么送礼物的人 我也不会选礼物 所以我会煮嘛 所以我就煮比较简单的东西 这次会煮什么叻 叫做shaven pancake 很简单 它里面只有bancake cream 还有水果而已 然后我们先来给你们介绍它的材料 package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低筋面粉 然后就是奶 糖 还有鸡蛋 因为还有这个香味 然后还有就是baking soda 然后它的cream要需要什么东西呢 两样材料很简单 只有wripping cream 跟糖而已 然后它的摆设品水果呢 就是rasberry 嗯 吃一下 有酸吗 ok rasberry stallberry 还有 blueberry 然后在上面再加一个薄荷 放在上面 哦 香 就这样子 很简单 佐料不多 我们现在先开始做pancake的部分 ok 你看我拿这个wis 就要做做什么呢 就是要把全部材料参在一起 ok 现在第一粒就把你的面粉 低筋面粉 你们也可以买pancake的面粉 也比较简单一点 丢进去大锅 非常费 然后baking soda ok 然后糖 很疗愈 然后你们的那个鸡蛋 把丢进去全都打给它煎圆 ok 不要客气的倒进去 哦呦 不要浪费 ok 还有最重要的牛奶 我会比较建议拿full cream 所以它味道会比较香一点点 然后呢 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个味色是更好啦 有些人是有提醒那种 也是好 比较快一点 我是建议用这个手的 比较用心一点 哦 你看 哇 对了 掺杂起来 ok 你们打的时候呢 最好只是向一个方向就比较好 反方向的话 它的面粉会打得不均匀 所以你们等会拿一个方向 然后你们手这样这样子打 就会不会这样累 哎呀 你看 油油浓稠 打到那些 啊 糖都溶掉的时候 是最好 因为所以你吃 你放去锅煮的时候 它会有那种 可可力的感觉 ok 大概你听到没有那种 一粒一粒那种糖的声音的时候 就大概是融化完了的 所以 它的成品是大概这样子 ok 然后打好那些pancake的佐料 就放到一旁 一旁 10分钟 7到10分钟 因为是要给它 那些佐料 全部融合在一起 等下我放进去 它就会凝固 ok ok 现在就做pancake了 所以 pancake上面呢 我们怕粘锅 所以我会有些人放油油啦 可是我会用植物油 因为我比较喜欢植物油的 那种香味 ok 然后 budget一点啦 因为忘记买brush 所以我用tissue 我先开锅先 刚买不好 ok sponsor我好一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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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开大概 不要太热 100度先 然后 我们 拿一点植物油 涂在上面 所以它不会黏在锅里 ok ok 有一点热露了 很慢 很慢热一下这个锅 嗯 导演啊 ok 很好点的锅 不是锅 这个 对啊 ok 有热度了 等了很久 呃 我们有做过pancake啊 先这样啊 第一次啊 我第一次给你了 ok 然后 就 放上去 ok ok 我们放上去哦 呃 不能熟啊 不能熟 呃 不能熟啊 如果不想 Karen在肩不熟 请看热情的点 ok 现在我们已经嗅到一点点的香味了 然后它起泡泡了 起泡泡代表开始熟了 我们就要 翻另一 咦 她没有熟 还没有熟 ok 然后 哦 哇 哇,哇 我第一次 有点太热是吗 60度把我先放,因为我怕太热 我看这个100度会不会已经烧焦了 漂亮 看到吗?看到吗? 我们做完第一个 我们做完这些全部,然后我们看第二集高 我觉得60度是很漂亮的温度 然后起泡泡的时候 因为你煎另一面的时候 它另一面会起泡泡 大概起到哪下起泡泡 它起到这么多,全部泡泡已经铺满 它整个pancake的时候 你就可以翻了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本身 喜欢vanilla味的话,你可以去买vanilla 就是那种精油 然后你可以点一点点进去 就很香的 因为有些人对vanilla的味道会比较反感一点 我比较喜欢蛋味 全部都是有模型,穿过这个洞 然后我把cream放在里面 然后当它切开的时候 蹦出来了,OK? 叫全部pancake 所以像我们打磨中间 全部的pancake love sing oh my god oh oh 做事 love sing 嗯 OK好了,我们放在这边 我们就好好叠 叠 叠 它中间就有个无理洞 它中间就有个洞 然后我们把cream全部丢到里面 然后切开的时候 它就会蹦出来了 OK,现在就是要做cream的部分 就是血的部分 OK,然后加糖进去 这个whippingcream里面 大概要糖45g左右 OK OK,然后有机器的人 就尽量用机器 因为我没有budget买 跟sponsor 买一个机器给我搅 OK 我就用手 然后现在我们打 打到大概6分到7分的蓬松 只要讲6分7分蓬松呢 等下我给你们看 OK,由于事情的关系 刚才我搅了差不多15分钟 然后 现在那个cream打好了过后 过后来 每一汤匙 倒进去 这个弄弄里面 OK 手打的啊 很势力啊 然后剩下的就铺在上面 然后把我们的最高一层 粘上去 粘上去 OK 所以里面其实是 满满的cream了的 呃 现在 我们会加一点点的 水果 就是berries berries berries 那些来做 它的点缀 我来切 storberry slice 不要切断它 就你们切到差不多9分 然后里面 下面还要剩一点点 所以它可以像一个山子这样开 太可爱了 现在是试吃时间啦 现在是试吃时间啦 哇 哇 这个雪崩pancake 还有pancake的蓬松感 哇 还有蛋味 哇 那个cream的浓郁味 啊 还有那个berries的爽 太棒了啦 啊 OK 试吃完后 就要总结我们今天的 雪崩pancake 我们今天的雪崩pancake 我觉得到很重要的一点里就是 你们pancake要拿捏好 那个温度 还有那个大小 因为我刚才的那个 portion 不是很对 就是有大跟小 也是OK的 可是个人 有强迫症 然后cream的方面里 我个人觉得到 如果你们能的话 就去买那种 真正可以按出来的 就是mabbingcream是更加好啦 因为我是要做给你们看 mabbingcream出来的过程 所以那个 我有点feel 所以它的cream有点 不够 不够多啦 糖的方面 我刚才吃了我几口就是 其实是OK的 只是我觉得到 再甜一点的话 因为甜点嘛 毕竟是甜点 但甜一点点会比较爽的 然后 今天这个pack全面cake 就是这样子啦 如果你们喜欢这样子的recipe 我会写在留言下方 给你们知道 然后你们有什么recipe 要给我煮的 也是留言给我知道 尴尬留言报 我要选来做 OK 如果你们喜欢影片的话 请分享订阅 按铃铛 还有按赞 我们下期见 蛤 哦 还有一个东西 圣诞节快乐 来Christmas 导演这个炉不行叻 你看我pancake 食熟食不熟 烧焦 来 拿着这个 对你一定有用 我赶着要慶祝承担 加油 加油